我剛剛講過一段 我其實在後台哭的 我是看到他拿導演獎 然後我們的戲劇節目獎 拿到很可怕 其實 很努力 別被感興奮 對 我們有一個女王太太一起 在問那一句 在西洋劇本身 就算西洋劇本身 他想問何時 只有他想問何時 而且有阿太太 所以他才來 蔡淑珍彈定奪金鐘事後 女外科2 朱宣揚確定回歸 妳被點抬了 恭喜台劇村裡 來了個暴走女外科 金鐘入圍七個獎項 奪得四項大獎 更拿下戲劇類的最大獎 不過和女主角獎頻頻錯過 如今終於拿下 事後寶座的蔡淑珍 怎麼看起來 情緒起伏不大呀 那現在哭 可是是因為我練習太多遍 我真的練習好多遍 我真的好忘記 結果還是忘記了一段 你剛剛講的後面一段 我其實在後台哭的 我是看到他拿導演獎 然後我們的戲劇節目獎 拿到我去哭好了 你們剛剛個人講的時候 太害怕忘記了 沒有時間多 而且上面一直 嚴重超時 因為我有種壓力 大家再忘掉就不行 這麼說大家對 第二件是呢 自己對自己的標準都好了 所以 希望往次中央動會進去 那個導演昨天都還在寫信號 公共電視有跟我們時間聊 因為我們今天比較 很努力 有被趕心說 對 我們有下一個女孩開開一集 希望去粉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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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想問 她想問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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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她才來 你自己說你會怎麼來 你自己說 她都來了 她還報恩 我看你怎麼做 哈哈哈哈 就是粉絲 我自己也很想問 所以 你怎麼做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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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不要 我怎麼 我以為我送來了 很強 朱璇陽果然是演藝圈 專業審話王 去年才因為 和經紀人柴志平 理念不合解約 如今換了新東家 成為宅宅駐愚民的師弟 你說 想在這裡 是 我 你要聯繫一下 搖運 沒有沒有沒有 我 我 我準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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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聊那個舞外歌 路的有多久 路的有多久 去年有 去年有 然後 在那個 在那邊 對 對對 我都要入圍 我怎麼知道 好辛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